五位精彩的女主角 我们请到的颁奖人士 今年绝对不会再搞错 而且不会说任何一个 英文弹字的谢盈轩 欢迎 大家好 我是谢盈轩 桂伦妹 她的年纪比我小 但是她是我的前辈 小美姐 偷吃一下你的豆腐 我是看着她的 而她是一路陪着我成长的 五位精彩的女主角 我们请到的颁奖人士 今年绝对不会再搞错 而且不会说任何一个 英文弹字的谢盈轩 欢迎 嗯 各位目前幕后的前辈们 还有工作伙伴们 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谢盈轩 非常非常荣幸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在座的五位女主角呢 都是身经百战的表演者 安欣亚从闷锅的及时现场 跨足转战成为了唱跳歌手 在她跨足戏剧之后 也交出了许多精彩的代表作 林雨昕 她卸下了空姐的身份 现在不只是演员 摄影师 她还在今年回归校园 成为了研究生 高慧君 她是以歌手出道 她的唱歌实力 大家有目共睹 而她在成为演员之后呢 一样以她细腻的情感 创造出许多 让人赞叹的角色 蔡淑珍 跨出她名模的步伐 从梯台一路走向了影视 演出了许多的作品 而今年 她身兼制作人 还有女主角的身份 挑战了跟以往不同的喜剧表演 桂伦妹 她的年纪比我小 但是 她是我的前辈 小美姐 偷吃一下你的豆腐 我只能说 她扎实地 在影视的作品上面 蜕变 变化出了许多 不一样的角色 我是看着她的 而她 是一路陪着我成长的 今天 她们脱去了角色 以光彩夺目的本人 坐在台下 她们不屈不挠 看着这一群 从未放弃的女演员们 我必须说 很多的东西 必须要依靠 强大的意志力 而 你们不只属于这一年 你们还属于很多年 因为很多的事情 是靠累积来的 亲爱的 你们都值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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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